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打头阵 比上学更紧张 今天天功造美 很高兴见到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但也有些关系 有师兄弟、同工、同学、学生、同事 证明在座四位,人缘也不太差 有些人来捧场 本来我以为今天天气不好 就准备了一句说话做开场白 梁实秋很浪漫 他有句说话在省民路出现了 他说:"你走,我不送你 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 今天风雨就没什么,不过我也有站在门口接各位 也暗示了一间酒的时候 如果不送你,也很正常 因为这句说话的重点应该在后一句那里 认识这个讲座的时候 也要多谢天地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也有怀疑自己的 例如说,讲什么题目好呢? 我要做中文老师 很抽象,很虚幻 出版社就说:"不如说一下如何考试工略 去学中文 都说得太多了 反而我想有个讲座就是 关注多些中文教育 特别是为中文老师同工打气 为中国文学科打气 至于做到多少呢? 真的不知道 不过今天出席的人数 都算是比我预期中理想 证明同徒的都有很多有心人 或者是同行者 记得这个题目定的时候 我马上就打给潘明基教授 师弟 我就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讲座 其实他基本上都没有问 问长问短 也都没有怀疑我 尤其是这么多的保药党出现 他都没有怀疑我 一口答应 他答应完之后 增加了我的自信心 原来这件事都有人觉得有意思的 接着就打给我 姓保罗的师兄 郭必知教授 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一口答应 不怕我骗他 也可能他没有什么被人骗也不行 所以又是很鼓舞 然后再打给 埃亚学生 杨展康 他很忙 但都没有问清楚 什么都答应了 因为信任老师 所以其实这个讲座 第一样的潜藏住的密码 就有圣保罗书院的味道 这些机会很难得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我都首先想 我们四个人都感谢武校 提供了很优质的中文教育给我们 再陪着我们四个人都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喝水诗员要多谢学校 特别是中间的过程是很浪漫的 我们都潜藏着另一个密码就是中国文学科 当年我读预科中国文学的时候 老师派一些笔记给我 原来笔记里面的字迹很秀励 就是潜藏着我师兄郭教授的真迹 即是如何准备考试做的笔记 很详细的 于是我就抽丝剝奸 又剪裁过短一点 就做了一份笔记 又去考试 好了他带我两年 接着到我 然后事隔两年之后 可能潘教授所收到的文学科笔记 已经集我们两个人的精华 可想而知一定是考得好 才可以做到中大中文系教授 然后很多年之后 这些笔记就传着传着传着 继续伸火相传 去到杨展康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再读了 因为课程已经是新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玄妙的 就是一间男校里面的中国文学科 是形容了几个走一条 比较不同的道路 即是跟一般素理的人走的道路不一样 但是我想我们接触的他们就是 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很有斗志地走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 亦都可以想象到 对于这一科 我有点想补充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遇到有效的老师 问问他们学校文学科的情况 都很可惜 今年就没办法开到 其实那个原因就多方面 开不到的原因 可能是人数只差一两个 两三个 而变成有少数人的志趣 他未能够因为这样而得到自由的选择 或者培养 这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 亦都预示了有一批人 可能他继续中文教育的时候 读中文系的时候 他中学是没有修读过中国文学科的 那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我也不敢说 但是很明显 我们会看到 有读过和没有读过的人 那个理想 或者看事物的感觉 都未必是很一样的 所以希望 其他学校方面 都不要因为一些资源问题 就剝夺了 哪怕可能是十个八个人同学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呢 是在他中三之后就要决定 亦都足以影响他日后的发展 那如果他自己选择 有什么不好都自己负责 问题是那个自由选择权 能否在现在 资源其实都是相对丰富的情况下 能够获得一个保障或者支持呢 那是需要 有关人士多点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文学科 就从来都是小众的 就是之前的旧课程 可能都是五六个就开的了 但是到了新课程之后 很多东西都变成资源调配为主的时候 这五六个同学呢 他的潜能 他会继续去投稿 去写作 去做校报等等 那个文字发挥的影响力 是可能以倍数上升的 就是不仅是那五个人那么简单 而是他得出来的力量 散发出来的气质 或者思想传播 可以是很大影响力 也不一定的 今天有录影 所以我讲话都尽量 你看到我很小心 因为录影也不是太担心 是说错话 而是 你知道我的头也很大 再加上影像 正式是拉阔的 所以 我反而今天也整理了很久 这个形象 但是整理来整理都是这样 不过都勇于表达了他的意见 就是当我计算这个书名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做中文老师 然后有些人自然就留言 你搞什么名字 你已经是中文老师了 你为什么还要做中文老师呢 如果在座有些同工在的时候 他可能 比较 知道背后的原因 就是一个中文老师实际是怎么样 可能的界定 或者意义 是由我们自己去离定 或者现在经常所说的 无忘初心 究竟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中文老师是否只是 指涉一种的职业 或者帮学生操练到他很健康 去考好这个文老师 如果你让我联想以前 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也要再次 因为我们其实来自 同一个文学老师 就是香港著名作家何福仁老师 我们也要跟他说一声 多谢 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有时候 我在母校的时候 中四中五 已经有这样的志向 就是说我想回来 学校教书 现在一教 眨眼已经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 但是那个意义是相当之深刻的 特别是你回来母校的时候 都要很多年的适应 所以我其中一个主子 都想鼓励一些中文老师 就是说日子从来都没有容易过 特别对一个老师来说 早阵子 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旧生 寒圈的时候就问他 你中文科考得如何 他是一言不法 就在我右边 侄词而去 招呼都没有打 当然就考得不好 在这样的应史为主到底下 很多私生间应该有的元素 其实我们都没有以前那么重视 而这个也正正是 我想做出的就是 我要做中文老师 是做一个走入同学心灵的一个中文老师 希望他记得的不是说 我们上课如何做试卷综合 而是说真正是一种文字上面的情感交流 所以有时我们在做卷的过程里都忘记了 本身这个中文老师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有一次我假期就叫中午的同学做中午生活记事 可能很多人以前有写周记、月记 现在那些都觉得没什么用 对考试来说 但正正是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月记、周记 寄他的生活 他很愿意将他的内心的一些想法 跟老师去讲 然后我想起我当年做月记 何尝不是如此 老师的鼓励 用红笔在旁边写几句 其实真正走入到我的心坎里 而不是教我如何拿声那样简单 前两天看报纸 有考生就在那个 考完作文之后就说 他说 幸好用了机械式的框架 中文作文才能够获得五星星 这个其实我很担心的一样就是 就算是考得很好 中文科考得很好的同学 他并没有真正将心交给中文科 或者是认为中文科对他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学科 而是视他为一个工具 就是说 我借着他考得好 我就成功了 然后也不会回望那种 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情意 或者文章里面的意义等等 这个才是令我觉得 为什么连考得好的学生 其实他到头来都是不喜欢中文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的老师 都要同时去想一想 其实中文老师的真正意义 不外乎我自己觉得 是对人的关注 有时知道学生受到挫折 怕他肩膀 说声鼓励 这个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就是肯听他说的时候 所以我其实不可以说出一本书 是代表要说教 或者觉得自己很有心得 要和人分享 正正不是这一点 正正是 反而我是想求助 是借文字去抒发自己的想法 希望得到关注 或者得到救赎 使得同行者能够明白 今时今日一个中文老师 他那个迷失 可以是很大很大 以至于迷失到 你忘记了自己当初 为何要加入中文科教育团队 我们做了很多文件上的工作 但可能忽略了对人灵魂的重视 这个是借那个事件 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啟发 还有今年下个期 不知为什么很多病痛 其中有两三个礼拜 我完全失声 是说不了话 但是你知道中文老师 或者其他老师都一样 我很怕请假的 因为你早上拿起的电话 就耐心有千斤重 就是你怎么说 我不好意思 我要请假一天 所以我失声之下 我也是打个电话 去尽量说 去证明自己失声 然后就没问题 你最多请两三天 你要上学 然后也上不了课 教不了书 于是我求教于资讯科技 就播一些YouTube 讲课文那些 很失败 因为那些同学 比上我课更加留心 就是看YouTube 动画 然后我就会想 其实没有了我都可以 我坐在那里 可能按键 播一下聆听 然后大家做一下综合 其实都可以过一天了 然后觉得很沮丧 其实你失声而已 其实今时今日的同学 都不会为问你 希望有个代课老师 快点进来 还要是年轻貌美那些 所以很容易被取代 也很容易迷失 马云也说了 有些职业在近二三十年 就会被淘汰 我想想 首先淘汰 会不会是中文老师 因为其实那些篇章 要怎么教 你打开YouTube 其实有齐了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中文老师 当然我很快就得到答案 他做不到我 就是到身边 踏踏学生的肩膀 那个电脑做不到 说一声安慰的话 电脑做不到 所以我想我们的注意点 或者阵线 永远是在于对人的关注 特别是现在 那些学生忙得 不知更忙过老师 更忙过校长 他们其实是 心灵是否满足呢 我觉得有时是 越忙就越空虚 越空虚就越需要 老师的一些 就是听他说 可能他自己也不想 做功夫做到一两点 两三点 但是都无可避免 所以中文老师 肩负起的 不知是否是责任 或者是理念 从来我认为都是 有点反科技 或者是不可以叫做反建制 而是反文件 反死物 我们关注的应该是 一些人的心灵 可惜现在的中文科课程 似乎也跟我们的关注 越走越远 我们做很多评估 就算是学生之间的评估 或者是老师之间的评估 都是无日无日 不断的评估 交差 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将时间没有好好地还回给学生 我们没有好好地坐在草地上 谈谈人生的志向 理想 选择什么课 家里有什么问题 恋爱的问题 有没有受到挫折 诸如此类 偏偏在人生觉得最重要的时候 可能找不到一个老师 或者找不到同学 去和他分担 大家说的是 你放学后去哪间补习 那间补习 然后补习 也继续 无日无知的操练 令到课室内外 都充满了不快乐的空气 这个反而是我自己最担心的一件事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很有斗志地说 我教了20年了 我很有经验 中文老师应该这样教的 正正不是 所有中文老师在过程中 都充满失败感与挫折感 每一年都是如是 很不忍心见到的就是 在所谓的教改之后 很多很资深很经验的老师 就是不熟悉这一套的游戏规则 而宁愿提早退休 这个我觉得是教育教一个很重大的损失 这一班就是 谦谦君子 文质彬彬 学样很丰富 从最传统的角度去教我们 就是心性之学的老师 不是要去压制操练试卷的老师 就离开了教育界 其实是对整个教教或者学子的一大损失 也希望教育的当权者 要认清楚 什么才是一个补 不是只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可能学校有一老都如有一宝 那个气质、风格、人师的典范 可能你如何教改也好 都没有办法取替地位 所以这本书也是想带出一个思考 就是真正的中文教育 不是现在的中文科的情况 正如你喜欢中文 也不一定要喜欢中文科 但当然了 如果你能够从中培养到趣味 又能够作为日日 无论是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个打底 这是中文老师都最想见到的东西 我初步就说到这里停一停 因为其他讲者全靠他们的号召 才会有这样的场面 所以也很感谢他们 我们那个师兄弟之间的感情 真是属于男影的浪漫 这个浪漫可能不会再存在 因为随着文学科的消亡 再次都有文学班的同学在此 我们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在御科或者中学的时候 就能够接触到这么优质的中文 再说多一点点 何老师是一个很独特的老师 在中六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同学在听书 但他依然会在黑板上 不断讲作者已死的理论 内模仿等 那些大学教的课程 他在御科都被我们听到 我们初初接触文学 一头无水 后来久而久之 去到现在 那些东西全部识背 再知道原来那样东西是好东西 所以我想中文老师互相鼓励 就是有些意义 未必是即时能够显现到的 有时要特别是中文文学这些东西 要过很多很多年之后 可能学生才会意会到 当日的特别的课堂 在人生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们的自信心 或者努力的方向 是很坚定的 很有自信的 是不会因为 一时的成绩挫败 而动摇我们 做中文科的本心 有时 唯善无不报 持续有事 所以 这一个心 我想都是新火相传下去 那我就将麦克教授 交给郭教授 好 很多谢蒲卫 还有很多谢天地图书 请我来做这个讲座 我非常开心 郭必知 我首先介绍一下 我做些什么的范围 我是做汉语的语言文字学的 可能有些台下的观众 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做什么 但是我这一范里面 最近就出了一个明星 这个明星叫Ben Sir 其实我做的东西跟他是类似的 不过Ben Sir 做的那些 对于 现在的描述 就是 当时 一个语言平面的描述 比较多 我就做一些语言史的研究 比较多 我认识Ben Sir 认识了十几年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的表演 在这个讲座里面 我想 我简单分享一下 我学习中文的一些经过 以及如何受到一些老师的影响 因为 蒲毁老师 他那本书叫我要做中文老师 我想 我在现在这个层面里面 我暂时就不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 不能说 我培养什么学生出来 但是我就受到一些老师的影响 所以我想讲一下 其实我读中学的时候 其实对其中一科就很感兴趣的 这科就不是中文科 这科是中史科 那为什么我对中史科很感兴趣呢 可能跟我家的背景有点关系 因为我爸爸就教艺术的 美术史 家里有很多些书 所以我小时候就比较畸形 因为同学 同年龄的同学 平时会看漫画 我不是看漫画的 我看考古和文物 考古是本杂志 文物也是本杂志 因为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这些书 看上去我就觉得挺有趣 我又很有兴趣 那时候 家里的环境也是稍微好一点 所以可以常常去旅行 去旅行就不是像现在 要去欧洲 美国那些 那时候也不至于 那时候去的比较多 就是去国内 但我很小时候就去 例如去西安 去来洋 去开封 去南京 北京 我就觉得很开心 看到书里面的古迹 和实际的古迹 对我去很有趣 我觉得它的兴趣很大 所以其实 我读中学的时候 读初中的时候 我考试成绩 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唯一科 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这个中史 那 好幸好 可以升到上中六了 但是很可惜 中六没有中史读 现在都好像没有 有历史科的 但是很可惜 我中四中五我没有读历史科 所以其实就不可以读中六的历史科 没办法 继续读下去 读下读下读中文 又很有兴趣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阿淘偉老师所说 就是受到何老师的影响 何丰仁老师 何老师其实之前已经教过我 其实在中一的时候教我 他就教中史 正正是教中史 但是中一去到中六 其实已经事隔五年 印象的东西就不是很深 但是去到中六的时候 受到何老师的影响非常之大 何老师有几个特点 我想可以讲一下 第一 他是一个作家的身份 我们刚刚上中六的时候 就发现何老师很多书 我觉得出书很有型 好像是蒲伟老师 所以就在书市里 买了一大量何老师的诗集 然后买回去 我有一次上读的时候 我就在桌面 没有出声 何老师经过看到 为什么你这样的事 没收 收了原来他签名 就给回我 很特别 觉得作家很有型 第二 就是何老师的笔记 是非常详细的 那时候 我当时是九十年代初 读高中 当时电脑还不是很流行 何老师的笔记是很特别 一方面是手写 另一方面是剪贴 很多 他已经在一些教科书里面 或者看到一些参考材料 剪下来 贴上去 一方面是手写 一方面是贴 但是 我当时也是很实用的 读书的时候 不是说 不喜欢中文科 但是首先 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考试 但是看何老师的笔记 我觉得 如果你照他这样回答 又好像 不太行 有时候他中间又好像漏了一些东西 所以刚才葡伟老师就说到 哇 有一份我手写的很长的笔记 为什么缘起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因为看何老师的笔记 其实他中间有一些空隙在 我就要填上去 当时没有电脑 没有办法 从头手写 跟他这样 加一些 减一些 我自己买了一些计证书 又加一些上去 就发展成为我手写的笔记 其实这个看上去就好像 现在看上去好像 不是说什么特别的学问 但是其实在学习文科来说 我就觉得 这个非常有作用 我们现在 就是学习的时候 整天都会说 什么创新 有什么有什么 但是其实我觉得 学习文科有一个特点 就是 你开始的时候 是要累积的 就不是一开始 就要说什么创新 你开始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发现 以前看上去的人 学习经典的时候 全部都是 口秀 接着手写 你在手写的过程里面 学习了很多 所以其实我在学习中文里面 那个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跳跃 其实就是在中落的时候 因为我 就是手写了很多这些笔记 手写了 我 很不论识的 我送给其他同学的 我会引印的 所以 因为浦伟老师会有 就是因为我 派给很多人 有很多个来源 所以会有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我是很享受的 就是在修写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看到很多 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很幸运了 我后来进去 这个中大中文系 读书 进去的时候 你说读中文系 当然 首先应该对文学感兴趣 当时也是 开始对文学感兴趣 但是很快 又转了台 为什么 又是受到另一个老师的影响 这个老师是常忠浩老师 已经过了身 常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老师 他脾气非常之大 很凶 有些同学 就不太顶得他相信 有些同学 就很害怕他 这样 常老师教的科 就教文字学 和教诗 那我就 诗 其实是派的 就是 你抽样 抽到给其中一个老师教 就是那个老师 那我印象也是很深刻的 我们学作师 常老师有一次 入班房第一件事 就说 今天有几个人想骂 只有一个骂的 国必知 那我 就很奇怪 我想 跟老师的情愿 就很有趣 人夹人 有些 同学可能 听到这样的话 可能觉得很没面子 头都不知道 捐去哪里 我又不觉得很没面子 我觉得 老师跟我很熟的时候 才会这样说话 其实我跟 常生 他脾气虽然很大 但我跟他就很相互 这样 在过程里面 我也是学习到很多东西 常老师有一个特点 就是跟何老师一样 很喜欢抄抄 而常老师是因为写书法的 他的字是很漂亮的 我也有段时间是学他的字的 但是就没有很正式地 学他写书法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学习了很多 也都奠定了我后来 研究的一个方向 就是这个文字学 这个是很少人研究的一个方向 但是 常老师他教是有他的方法在 他自己也有他的梅灵在 所以 我想大部分读中文系的同学 其实对文字学 都不会当为一个专业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论同学 都是很尊敬上老师的 我现在不是研究文字学的 所以 其实第三次转体了 第三次转体 为什么会转 就是 因为我 后来我一直在读文学试 读碩士 读博士的时候 其实我的研究方向 都是文字学为主 就是研究中国文字的演变 发展 去读完博士 刚刚我有个比较空荡的时间 那时候又未去答辩 刚刚有交易论文 最重要是还有这个 障碍金 还有钱 所以 还有一个余下 我就拿一些书来读 我就不看文字学了 我就看其他 一些我买了回来的书 之前买下的 我没有空看 我看了一两本书 我觉得很有兴趣 那些是关于方言学的 那这个方言学来说呢 比文字学就更加逼 因为香港就更加没有人做的 很少人做 但我看上去觉得 非常之有兴趣 吸引力很大 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是 丁邦新教授 丁教授那时候是 这个 香港科技大学 人民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来的 他很忙的 但是我看完一本书之后 这个感触非常之大 我手写了一封信给他 我说看完你的书 我的感觉很大 丁教授他有回答我的 他说很高兴 最终 当时电脑是有的 但是还是流行邮寄的 他还寄了一些资料 给我参考 后来一件事很感动 因为我读完博士之后 当时读完博士 差不多现在一样 博士毕业等于实业 真的没有办法 我又手写了一封信 我手写了一封信给丁教授 我说我真的快要实业了 又没有办法 你到底有没有研究的位置 他又是很快回覆了我 他说他那里可以做博士侯 他说你不要介意人工 比较低一点 我就去了他那里做博士侯 我在科技大学 是做了一年博士侯 跟丁老师读书 丁老师本身是 因为院长的关系 他本身是非常忙 他真的单独见我的时间 就不是很多 不过他就是通过一些新教 比如他自己本身很忙 但是他会去旁听 这个很不可思议 现在绝对不可能 一个好像校长的身份的人 他会去旁听一些堂 因为我又去旁听 所以会见到他 会闲聊几句 所以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 即使你多忙都好 你都不要忘记你的学问 所以其实一直走下去 我后来去了台湾中医院做博士侯 都是丁老师的安排 一直走下去 其实都是受着丁老师的影响 所以我刚才说的一些东西 我是做这个学问的过程里面 你会受到三位老师的影响 何丰仁老师 常中医院老师 和庭邦新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 就是一个非常之伟大的工作 他可以生命 影响生命 所以我觉得 蒲伟老师出二本书 是非常之伟大的一件工作 好 我先说这么多 接着就轮到我讲一下 我是潘明基 你也感谢蒲伟师兄 邀请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刚才听到郭师兄说的方言 语言学那些 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头痛 所以我看到 虽然大家都是学中文 读中文 但是其实到出来之后 大家即使在中文那条路去走 其实大家都已经可以 走出很多不同的路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本身已经是很重要 还有我想 有教在不同年级的人 我自己教的跨幅 我想我都算很大的 我现在是在中大中文体教书 我会教到大学的本科生 教到研究院的研究生 但是其实我以前 我第一份工作是教什么呢 我第一份工作 如果和教育相关的时候 我只是去到武校的夜校那里教 我去到圣保罗夜中学教 有一家学好像已经宣告 荣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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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当时是教的 主要是一些重读生 他们重新想考回校 那是中四中五的学生 所以我教过中四中五的学生 后来我也教过 我教过愚科书院 那间愚科书院 又是已经 退出了这个 就是愚科这个东西 已经退出了这个教育的舞台 所以也已经荣保了 那间学校还在 但是那个科目已经没有了 那我也都教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些艺进课程 副学士宣修课程 副学士 基本上你想过的东西 我都教过 再加上我儿子在读幼稚园 读小学 所以我都教他 所以其实什么东西都教过 但是当然 或者被分配的任务 就是讲一下 在大学里面 就是教 譬如我现在是中大中文系教书 其实很多同学 进去读书 到他畢業之后 他的纳志或者志向 都是想做一个中文科的老师 是 那么 其实中文科的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印象 就是很忙的 是 其实所有老师都忙的 但是为什么中文科的老师 特别忙呢 最忙是什么 改文 是 改文作文是很忙的 就是因为 大家写一堆东西给你 就是 你去看的时候 也很用心去看 是 还有很多时候 你会投入了一个同学的作品里面 如果你看得明白故事的话 就是有些看不明白的办法 他可能来自 星星的你 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看得明白的 你会投入一个故事里面 那你会觉得就是 有些会是描述他的 可能一些生活 可能一些很不幸的事 那你就在想 你是不是 看完篇文之后 你是不是需要去援助他呢 就是 但当然 有时候你去 就是你不会直接问他 里面的东西是真还是假的 但是后来你发觉 那些东西应该是假的 就是 因为它是作品来的 它没有必要是真的 但是呢 不其然呢 你作为一个读者呢 你都会投入了他的 写作的空间里面 你可能尝试去看看 要不要需要帮忙 思义援手 这样 其实中文科老师 除了是改作文 很恐怖 我记得我当时教御科 是教两班御科去考试的 就是A-level的同学 那两班御科一起去考试的时候 那你见到收了一些实用文 实用文本身就很不实用的了 但是呢 他们都写很多的 每人写一千五字 每一篇都要 那结果呢 每次收两班回来的时候呢 你见到 就是 你办公室突然间会很壮观的 是 一堆这样的东西 改好很久还没改完 因为实用文他们很多 就是你跟着 逐样的东西去剔 其实都搞很久的 那这个是此其一 那另一样东西呢 我们会见到就是 中文科学老师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能要是 很多同学有问题的时候 都要问中文科学老师的 就是有问题 你可以问英文科学老师的 那英文科学老师呢 你问他问题的时候 你要讲英文的 那所以呢 结果大家有问题呢 都来问中文科学老师 而那些问题 当然就是 我意思是在学业以外 可能是他自己 个人的情感 情绪上的问题 那他都会 是来问中文科学老师 那结果呢 中文科学老师呢 就要做完 肩负起很多时候 一些辅导方面的工作 那辅导的工作呢 你发觉就是 可能是他们 无论是人生啊 情感啊 谈情说外等等的问题 都要去找你的 有曾经试过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就是 有些同学呢 他可能就是 要去 准备去选大学 即是Juplus 那些 理论上呢 其实他应该问他 班主任也好 问其他科学老师 都会有一些 关于Juplus的 选科的指引 可以给到他的 是 但他们都很流行 问中文科学老师 那中文科学老师呢 就结果要答很多 这一类 是关于选科上面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会花老师很多时间的 那其实呢 我们又会觉得呢 就是 作为一个中文科的老师 其实文科呢 我相信呢 都是有一种 人民的关怀在那里 是同学 是因为信任你 他才会去问你 关于譬如说 对他自己前途相关的问题 那他才会问很多 这一类的东西 那所以我又会很愿意 去答他们这一类的问题 那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又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譬如说 什么同学 适合和中文系的 或者中文系的同学 那个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问的 那我又觉得 中文系的同学的样子 究竟是怎样 认为中文样子呢 其实是没有样子的 难道他额头作中文 我自己是不会的 那大家其实都很担心的原因 就是 中文系的同学呢 在其他系的同学的眼中呢 他会觉得他经常拿着一本书 在学校园里面 游液 可能在草地 在湖边坐在那里 淫养修诗 做一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呢 正如刚才国师兄所说的 他是研究语言学的 是 那不是很多时候呢 会坐在草边那里 是作诗的 其实是 当然都可以淫充修语言学 多伟大都可以的 是 但是呢 这个情况畢竟是不多的 是 而实际上呢 其实香港的环境 一年四季都不是很多时间 适合坐在湖边 和草那里 是 尤其是中大是有很多蚊子的 那其实你的 抗产能力比较强呢 你才能够坐在那里 任施作队 是 所以实际上呢 中文系的同学 和其他同学呢 没有大分别的 那这个只是一 那另外呢 就是有很多同学 就是说 读完中文系之后 其实是不是 就是会关心 是不是我就读完 就会出来教书 那样 那这个 是另一个问题来的 是 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 近这五六年 就是再远一点 都可以讲的 但是先讲近这五六年 就是 我们同学的 毕业的情况 就是 通常就是三四成左右 会去教中 就是从事教育事业 教中学的也有 教小学的也有 那就不是真的 很多 但是当然三四成都算多了 那就是 中文系 其实就不是一个真的 纯职业道向的学系来的 是 有其他学系更加职业道向的 是 中文系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令到你的 中文的水平 是有保障的一个学系 是 就是你说 这个学系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 其实社会上做任何的职业 都是需要远民的能力的 是 你不可能有一份工作是 不需要讲话 不需要写字的 所以呢 其实做些什么工呢 都可以说 和中文系有关系的 是 所以通常有时候 我会去介绍中文系的时候 我都会说 中文系呢 其实是 虽然他不职业道向 表面上 但是其实他非常职业道向 是 因为工作是和中文没有关系的 是 那这个很关键 那刚才呢 一路我们讲过 就是一些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那个承传的关系呢 那刚才说 郭师兄 整理完老师的笔记之后 就传了给岩sir 岩sir整理完笔记之后 就传了给我的后来 那我做了些什么呢 我都做了些什么 免得没做 好像不太好 那样 那我将它呢 这个数码化了 就是将它输入电脑 是 因为呢 由郭师兄那时候 电脑没流行之后 02至于那几年之后 开始慢慢 电脑已经流行了 是 那我记得呢 我的A-level的作文题目 就是生活在电脑时代 那我那年呢 那时候学做的东西 就是将那个 文学科的笔记 是将它电脑化了 那这个可能也是 对社会有少少贡献的一件事 那 那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除了这个 这件事之外 我觉得在 刚才那里说 教育呢 其实是一个 以生命去改变生命的一件事 而另一件事呢 刚才我们一路说 中文科老师很多时候 会面对一些 可能是 讲到 比如说 需要 去做一些学生的辅导工作 我觉得就是 传统以来呢 讲的那个 什么 传道 受益计划呢 其实仍然在中文科老师 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 如果纯粹教书 正如刚才 陪伟老师所说 其实你可能放一个机器 在那里呢 其实已经 将来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那个 对人的关为这件事 是 怎样去取代呢 我觉得这个是难以取代的一件事 所以 你会觉得就是 就是 中文科的老师 其实很重要就是 对人关为这件事呢 永远就是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 就是 读文科出来的人呢 应该是很重视这件事 是 因为我自己本人呢 在大学里呢 是教那些 就是 一些洪水猛兽的科目 就是论语啊 猛子啊 汉书啊 礼记等等 就是传统的儒家经典 我经常觉得呢 就是理论上 读完中文系呢 的 传统的科目呢 你应该是要是一个好人来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这些是圣言书来的嘛 读完之后呢 你不是圣言 你也起码要有圣言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呢 理论上呢 你应该是一个 在做人有道德的 对社会略有贡献的一个人 应该是 读完中文那些东西之后呢 你应该做到一样的 读完之后 你去教书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就是将这个信息呢 就是再传授给下一代 刚才说到 譬如说 现在可能在公开考试 而你考到五星星的同学呢 其实不代表是你中文科很好 因为毕竟考试呢 其实只是一个 就是考试技巧来的 就是这个也都在我们 在中文系的 学生里面 会反映到出来的 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也有时候不觉得 我们中文系学生的中文有多好 是 就是因为这个 纯粹是一个考试 是 你成功了 你就进来了 是 那其实代表着什么呢 我要试试我问同学 是 那你为什么进来 中文是这样的呢 是 那不知为什么呢 就是刚刚的Juplus 分到 就是到就进来了 是 很巧妙 我觉得是 很像那些 中国古典小说 那些无口不成话 那样就进来了 我觉得也有 挺有读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质 你都已经符合了 这个巧妙这一点 是 那也不错的 那实际上呢 他的中文 究竟有多好呢 那我不知道 我的语论也不是很好 我自己读中文的原因 就是我想改善我自己的中文 但是呢 我们说进来之后 另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呢 中文系对 整个中文教育的传承 一些一些 或者整个中国文学科学的考试 对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就是 在大约十年前到的时候 中大中文系 就撤销了一个 一定要考过 读过中文学才可以进来的 这个 这个要求 没有了这个要求之后 那当然 就是我们能够收到 很多不同来源的学生 有些理科生 都可以进来的 但是呢 他可能是没有什么 读中文科的背景 以前是中学的年代 那我们进来之后 就由头开始了 其实就算你读过 也是由头开始的 没有分别的 但是呢 我们就觉得 没有了那个基础呢 其实也有这些问题的 那些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以前 最初教的时候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也在课堂上面举一些例子 就是 大家都会读过的 共同的 一些文学科的课文 但是你没有读过的 你可以不需要读的话 那我们已经举不了这些例子了 所以呢 然后后来呢 我就会变成是 举那些 中国与文科会考 大家都有读过的 拿来举例 但是后来呢 连那些法文都取消买了 那我们再举例去举些什么呢 那有时候可能举一下 初中的那些 岳飞的少年时代 那些 那些 那些理论上 大家都很多时候都会读过的 那现在可能慢慢的 又会好些 因为明年可能又会回复 法文去考试 又出现了 那慢慢有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上课举例的时候 可能又没有那么累 如果不是 其实你很难举例 大家是没有共鸣的 就是你可能 大家觉得以前 比如说 觉得曹桂论战挺好的 大家都读过曹桂论战 但是后来 大家可能没有读过曹桂论战 你写过曹桂出来的时候 曹碎论战 也会有这样的同学 但是他是中文系的 所以我觉得 不同年代 又是一直在发展 又不是说现在的学生不好 现在的学生仍然成绩很好 仍然是 成绩比以前更好 但是当然了 成绩很好 背后可能就是 他的注释就是 他花了很多钱去补习 所以就是 其实背后就是代表着 他用了很多成本效益 才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都不要紧要的 进来之后 我们都觉得 就是 你有心去读 都一定会读得好的 就是这个学科 就是这个特质 就是这个特质 还有刚才说 就是他考试的时候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未必是关键 因为我们其实每年 都面对一些 特别的学生 就是他会转系 想转过来中文系 那些学生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很多时候 大部分就是在DSE的考试的时候 他失手 其实都不代表 他中文科成绩不好 只不过是一个考试技巧 他可能不够高 就是 但是进来中大之后 他可能也是很想转过来中文系 那我们就会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这样再審视那个学生的时候 又会觉得那个学生 他去中文那个世界 读中文的东西 其实可能又会有一些 另一回体会 所以每一年他面对 收那些转系的学生 又或者是在不同渠道进来的学生 其实是 看得那个学生 是比Juplus进来 是更加透切的 因为Juplus 我们最透切就是只有成绩 其实他那个人究竟是不是喜爱中文 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中文内里的程度有多高 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有时自己做老师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困惑的 是 那我会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中文科的老师 其实呢 时间当然你要花很多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 有时见到很多新出来教书的老师 那他们呢 就是我常常会见到他在Facebook上面 常常会见到他是很劳累的 是 那当然可能他去玩 他不上Facebook 那总之我们见到他 他常常都是 一大大文 放在桌上 又是很多功课 那样 那时我会建议就是 那些新出来工作的中文科的老师 就是 你好好自己分配自己的时间 是 因为教学呢 可能讲的是 你可能会教书教35年的 是 如果你在头那几年的时间 已经将全部的精力 已经全部是 burn out 那你可能 你慢慢下来呢 你的教学热成会减退 你自己身体会不好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东西呢 就是你要衡量自己的时间 你对每一份的功课 评改的程度 就是要适可而止 是 一份作文呢 我见过呢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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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生 他会 有些 有些学生 他会把那份 改完学生的作文 把那份 改完学生的作文 把那份 随着学校的名字 把那份 随着学校的名字 就上去Facebook 我会见到 其实不如他自己写得了 改的程度 是基本上多过那个学生自己所写的东西 那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健康 你是一个老师来的 除了你要去 处理那个学生 其实还有更多学生要去处理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 花在一篇的作文上面 或者在某部分的作文上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样 也都未必真的对那件事情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一个 成功的老师 我觉得是要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时间 然后 当然不是说叫你要是几点放工等等 而是说很好分配时间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说的大约就到这里 好 谢谢潘兄 我们这次的特别安排就是 小师弟杨展康做亚族 展康DSE成绩下得非常之好 他很多科目都可以选择 他一间都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科目都不选择 要进入中大中文系 是不是仰慕潘师兄呢 是的 他真的很幽默 他真的是 首先大家好 我是杨淺康 刚刚在圣保罗书院 其实毕业了一年 现在在中大中文 就准备升二年级 其实我觉得 纵合上刚才各位讲者 这么多位我的师兄 又是我的老师 亦都是可能我未来的教授 真的很复杂我们的关系 很浪漫 正如葡萎老师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 今天我在这里 有个任务 或者是一个角色 是应该带到一些信息给各位 其实刚才的 尤其是葡萎老师一开始说的 其实你听到他 其实他很挣扎 你明白吗 其实在中文这条路上 其实他走得很辛苦 或者很多人都走得很辛苦 但是呢 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 他又不敢把他身负那一面 很呼天腸地地表现给大家看 但是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 或者我作为一个 曾经在圣保罗书院 读过文学科 有幸在他 暂时睡眠了的状态下 有幸读过文学科 我觉得我又任务又义务 将教过我文学老师 我看到在他身上的那种辛酸 那种呼应到今天主题的 那种老师的那种情怀 告诉大家 究竟有多么痛苦 或者有多么不开心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是我作为一个学生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想大家先想象一个情景 就是 刚才这么多位老师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 好像吹到很大 可能是孔子身上 所谓的人爱精神 其实是体验了很多 其实在中文 很多时候 刚才附近的老师说 一个老师 为什么这么想和学生接触 这么想和学生好呢 其实明明你教经济 教物理教 科科的老师 可能都是想和学生好 但是我觉得中文 就有这个特质在 有一种人爱的精神在 我想大家先想象一个情景 如果孔子 他今天来到这里 有个DSE群帮着他 我相信他都会觉得很痛苦 学生和他说 问他什么是例 没有时间跟你说 不好意思我开会 我不相信孔子能够 在这个制度下 他可以给大家做得更加好 虽然是万世思表 但我觉得制度的侧谷 在现在的香港的中文教育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大家幻想完之后 我可以分享几件事件 给大家听 其实很好 刚才听到很多 你们都听到 就是我的师兄 他们可能是被何凤仁老师教的 他们的感情 他们的情谊很好 或者是何凤仁老师本身 都很关注我们 圣保罗孙的中文文学 历史科不同的方面 那么 去到我近年的 即近代DSE的 毕业的学生 当然就 没有被何凤仁老师教的 但是 正正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来到近年 究竟文学 或者中文的老师 他们面具什么的辛酸 面具什么的痛苦 究竟其实 读文学的价值 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想用一些例子 或者用一些故事 几个故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 读文学科 有人会觉得 可能现今大部分的家长 觉得 没用啊 好像DSE 5的比率那么少 就是望着5 或者望着一些星 但是 对我来说 读完文学科 读完文学科 那些偏章故 当然是 是记得 但是更加深刻的印象 是 有几次一些 一些老师和学生 一些很深度的交流 其实 在讲的是 葡萄老师 他们不断强调 究竟是一种 怎样的交流 或者互动方式 我有幸 其实我认为 我经历过 在中五我读文学那一年 我文学老师 周永年老师 他一次讲起 胡燕青的 雙层床 那其实 并不是文学里面的指定片章 他只是和我们 读一些 现代的散文的时候 和我们分享这一篇的篇章 但是 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读一读 他居然在那里哭 那为什么他会哭呢 他是说 他看到一些故事的 里面的情节 想起他以前 一些人生的经历 那他那一堂 是特别不开心 哭着 和他们分享 他以前的一些事 再在文章里面 找一些呼应的点出来 和他们讲 哪些位置 触动到 牵动到他的情绪 和我们这样分享 其实我觉得那一堂 只是短短的半个小时 但是 在整个 我读过三年的文学人生里面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那一刻 就是很触动 就是 相信从这一篇文 如果大家有看过 都会记得 是讲过很多 可能是和父亲的感情 或者是和一些 爱情上 戀愛上的东西 其实这些是 很切身的 就是和我们人是很切身的 但是 在制度下 DSE的制度下 不好意思 其实没什么时间跟你讲这些 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堂上面 就是文学老师能够放下自己 一些所谓的身段等等 什么都好 能够透过一篇文章和学生 分享自己的经历 甚至令我们自己 都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 一些互相安慰 我觉得这个才是 真的在文学 或者文字的世界里面 带到给我们 这个是我第一个 很想和大家分享 其实文学老师 有一种这样的情操 其实每一堂都很想做这些 但是很可惜 在制度下没有时间 而有另外一些的例子就是 適逢我们 就是文学暂时是 睡眠状态 但是我又会听到一些 一些小师弟 他们的一些 feedback 令我其实是 觉得很心伤 或者觉得 为什么文学 在这个时代 不被重视呢 其实话说都是去年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们文学科 因为人数不够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开 其实我都不再说 其实我文学老师 是很不开心 甚至哭着跟我说 有些什么 为什么开不了 为什么做不到 他就真的很不开心 这一部分 听完之后都生言乐虑 但是我的私底 特别是伤感 他们未必知道 为什么文学科 开不成 未必知道整个详情是怎么样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 有些私底下问我 咦?我今年很想读文学 为什么开不了呢 我说 没有把现实这么详细 跟你说 始终可能因为一些学校的关系 但是他们又 他们会跟我说 开不了 不要 我还是去求老师 看看能不能开成 其实你感觉到 那种感觉就是 其实我想 在这个制度下 很多 未必是整个大群人 整个群人 好像科学 好像物理经济 这么多人想去读 但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或者一个一个人 他对文学有兴趣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为什么 照顾不到大家的意愿 为什么会 令到他们觉得很可惜 或者是读不到 这是我觉得 第二个很心伤的位置 我觉得 总是 在现在的制度下就是这样 就是 有一些 几个几个同学想读 有些老师在各位 很有心去搞 但是问题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奈何 就是搞不成 我觉得这个就是 在整个制度 整个文学之路上面 近年一些不开心的地方 另外 亦都想再用一个例子 跟大家说 其实教中文教文学的老师 我觉得 特别是想关于学生之余 是真的 很拼命的做得 就是蒲卫老师 旅败旅战都不再说了 已经这么多年都不再说了 其实我看到 我看到是在文学老师身上那种 那种的 就是想去 为学生好 想去教好中文这个学科 我记得有一次 他是 中文要补货 又是被制度摧残 不单是学生 老师也是 我记得他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我知道他在 去班房的途中 在楼梯上 就是跌了 其实他很痛 但是他依然坚持 入到班房 继续教书 教完之后他才去医院 那发现原来 其实真的弄傷 要住院 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 老师和学生在这个制度 对于中文 对于文学 是有期望 但是很可惜就是做不到 那 说完一些很多申诉 很多一些情感表达之后 就说一说 其实我在圣波和孙的文学科里面 学到什么 还有为什么我会选中文 中大中文的一个系 就是为什么会读到这个系 其实我觉得首先 在文学科方面 其实我真的是获益良多 因为你会发觉 教中文的老师是一个 就是怎么形容呢 好像形容得很差 但是他们真的是一些的伸縮机器 就是为什么伸縮机器 他真的很机器 他在一个制度里面 很齿轮 但是他已经是尽他最大努力 教不同的中文的知识 给我们 好像我文学老师 你会常发现 例如我们文学课程 现在 比如一开始教诗经 教楚辞 然后一路教下去 不同的文体 不同的类型 他整个人是很伸縮 很尽量将这些知识 传授给我们 因为说文学的节数 一个星期不是很多 两三堂 但是有时候 他在教一个题目之前 没有人明白 为什么一个文学老师 会开一个PowerPoint 讲到很多很闷的理论 很闷的故事 好像听起来很闷 当然我真的很有心机听 我也很感恩 我是很有心机听之后 在中文系的课程中 是很有用的 我发现其实 那些知识 未必在考文学科 或者考中文科的DSE里面 很需要具备 但是文学科的老师 或者中文科的老师 就知道 有些中文的知识 你是不可以不懂的 你读中文的 你读文学的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不懂的 无奈时间有限 他唯有将一些内容浓缩 去教你 所以他们是搞得很辛苦 一方面 被课程赶着 一方面又要 对了 就是又要去追赶课程 但是 他又想将尽量的多东西 教给你 那这个时候 很庆幸就是 我的老师 他很能够将 不同文学的理论 在一些可能大学 才需要认识的 一些知识 教给我 然后我发现 原来我去到 中文系的时候 读一些 比如读现代小说 有些理论 原来我一早就认识 原来在暗下暗下的时候 在以前我已经学过 其实我觉得 这些是 一部分是很辛酸 因为在制度上 它是搞得很辛苦 但这方面也很感谢 在圣波罗书院的文学 文学科里面 可以预先学到这些知识 另外在中文系里面 可以具备到一定的能力 去驾驭这一科 或者去读这一科 如果不是的话 你想想想 正如刚才 潘教授有说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悲哀 还是好事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以前是要读文学 才能读中文系 但现在取消了 究竟是悲哀还是好事 现在读文学 或者考文学 DSE考文学的人数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我考的时候 我还留意 三千多人考 到去年 或者今年 只剩一千五百多人 基本上已经剪了很多人 如果你仍然说 要坚持读完文学 才读中文系 我真的想象不到 有多少人能读中文系 究竟这件事是悲哀还是好事 真是搞不清楚 但我觉得就是 我很庆幸 有机会 还在一间男校 你想想 在一间男校 有机会接受文学的教育 我在这里 很感谢母校之外 也很感谢蒲伟老师 坚持了这么久 仍然能够开到文学班 至于读完文学之后 为什么我会选择中大中文 这个 今天跟我在座 来的母亲很有关系 其实我考完DSE的成绩 出来是容许我选择其他 其他中文系以外的课 例如 我是够分数 去选择中大的法律 其实我妈妈对我 都很大旗距 觉得读法律 读法律 可能将来 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或者整个前途 可能会光明一些 但是 我有些偏拗劲 就算在选择前一天 在吃饭 我妈妈和爸爸依然是碎 选择法律 就是碎得很厉害 但是我仍然坚持选择中文系 原因呢 那个理由在哪里 我常认为文学这些 不需要讲一些很理性的原因 正如可能潘教授也说 可能没什么理由 但是 我就是喜欢中文 就是我就是喜欢研究 这个范畴里面 给到我的东西 例如对于文字的感觉 例如对于小说 不同时代的背景 对于不同的作者 我就是有一种执着想去研究 或者是喜欢中文这种感觉 其实 可能很任性 这件事 可能是真的 没人知道的 你读法律 然后考了PCLL 好像前景光明 没人知道的 这件事 虽然也未必是事宅 但是问题是 就是有一种任性 或者有一种任性 令到我入了中文在这里 而我是没有后悔 我觉得是 至少在我责 譬如说 选择法律和中文在两者之间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 因为我觉得 是真的读了一些 自己想读的范畴 去到一些自己 喜欢的领域里面 去研究 或者去深言 我觉得这件事是重要 就是对比于 有人会用前途 来和自己大学的科目 来做挂勾 我觉得 其实在大学这个阶段 那为什么不是 读一些自己兴趣 自己多一些 一些中文的科目 会来得更加重要 反正 老实说 说一句 你读医生 或者读医 现在都辛苦 做医生 读法律也未必做到律师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执着 所以 与其是这样 不如大家一锅熟一起揽炒 那为什么不读中文呢 是不是 我不明白 所以从来都 所以我觉得在前途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考虑点 反而 兴趣这里 是会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更多的想法 那 我最 最年轻 说到做中文老师 这件事 我明白就是 我将来 会不会做一个中文老师 我未知道 未清楚 但是 我在这么多位的师兄身上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 教中文 从来都 我相信是不简单的 就是在制度里面 争取 还是在教学上面之路 从来都不简单 但是我想奉劝 喜欢中文的各位 或者想有志 做中文老师的各位 所以一个道理就是 我觉得 在中文的路途上 在香港这个社会环境下 累败累战 永不言败 我相信是最重要 这个是我对于中文老师 一些的体会 多谢各位 好 多谢展康 相信在座各位 都在演讲嘉宾身上 是获益良多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向嘉宾发问 那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 就会向你们 抵麦的 你们可以随便发问 或者可能我 是 各位先生 好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看师弟你好 我就是中大中文 升四年级的郑秋军 我自己一直都有从事 前线教学的工作 比如说在中学教下 增议班 我想请教大家 对教育中 关于教学生冒险的问题 因为 我可能用中学 DSE中文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看2013年的卷议 有一篇写作题目 是叫孩子 不是等待给专门的评子 而是盼着 颜色的火炎 我们看一般同学的做法 大佬的老师可能都会教同学 那你就要认可一个观点 接着要讲一下 他如何不受束缚 如何自由燃烧 但是我们看了 考评局网上公布的一篇示例 他拿了五级的 他就是写 这个 他的做法很独特 就是他说 孩子是瓶子 来的 就是他说孩子是瓶子 因为 一定是要填满了之后 他才有本钱 有能力去燃烧 这个是一个 我们会觉得 一个比较冒险的观点 但是 他也是 是 比夏平谷的评论 就是说他见解读到 如果是大学做研究 也有些冒险的例子 比如说 何先生 跟他们见论文 他第一天就跟他们说 如果论文想写得好 你一定要冒险 可能我们都会知道 冒险的时候 他也会带出一些 比较暂身的观点 或者体会 可能是 可能是看私底 教辩论 因为也有 可能在教辩论的时候 有时都会出奇制性的计谋 一些比较特别的言辞 突破常规的思路 可能在辩论比赛里面 才可以海船移龟 但是 冒险 他之所以有险的地方 就是因为 你的回报固然可能大 但是你得到失败的风险 那个机率可能都会大 所以想请问社会老师 大家会不会在 中学中文 或者大学研究 甚至是看私底教辩论的时候 教学生是敢于冒险 主动教学生说你要去冒险 如果是的话 请问会怎么教 以及冒险的尺度 应该怎么拿捏呢 多谢 以后我打头阵 简单回应一下 冒险这个词会用的时候 也挺吓人 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 譬如说我今天订这个题目 来讲座 我都很冒险的 因为觉得 没有人会来的 都不顶 或者我这样订这个书名 也都很冒险的 问题是 有时候我们要看看 那个险是否真的冒 还有是不是那个风险 那个付出 是否能否承受呢 我就觉得 承受到 因为本书天地都肯出 没有人买 最多都不是我 都是出版社 但是有意义 但是 好像诗人业词也说 那些人很喜欢抛金句 我都抛一下 教育不是煮每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 我们老师可能教他去思考 说你这样 回答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可能性 最终怎么选择呢 都是由同学 本身去做的 尤其是他已经去到中六了 你怎么去回答 有些学生是刻意冒险 或者是 就像展康所说的 咬颈 不过他咬颈 也是考得好才可以咬 所以就是 你帮他分析了 他仍然选择于 走一条 偏锋 或者是 奇怪一些的路 他觉得要承受 那个结果 我们要教学生 就是 自己选择 自己承受 这件事 就不要说 我自己选择冒险 但考虚理后 我就毁过于中文老师 其实这个 我自己觉得 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反而是 跟他说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何选择 仍然是同学本身 我就是这样想 我说一下 我觉得冒险 就 看场合 如果我选择 我考试的时候 我就不会冒险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 我自己本人 我只是考几次 就是一个 A-level的中文学 就是 1996年的文学科 作品题目 有两条 看看大家在座 各位选择哪一条 一条就是 生活在电脑时代 一条就是文学语我 我觉得文学语我 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在那一刻 我就选择了 生活在电脑时代 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题目 来的 本人觉得是 可能出的人在 我不知道 总之 我就觉得 考试 我就不想冒险了 就是 生活在电脑时代 你将你能够见到的 有电的东西 写下去 也不会有错 但是文学语我 其实是很抒情的 我觉得 对个月卷员评分 在那个月卷的神秘组织 我以前也曾经做过 我就觉得 逢新一改这些文章的时候 虽然它已经是双评制 但是双评那两个老师 评出来的分数 都可以差很远的 这些题目 就是这些内容 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在考试的场合上 就不是很适合冒险的 其实是 但是在研究上 我就觉得 是可以值得去冒险的 因为 如果我们的研究 就是中文科研究 你不是 有个测试 或者Bunson Brenner 会爆炸的 那我们那些研究的冒险 毕竟就是 就是 你冒险之后 那个 奇刊论学部 会不会刊登你的那篇文 而已 我觉得 那些的冒险 是需要 和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看场合而定的一件事 是 我自己就 非常之认同 葡慧老师所说的 就是你冒险那些 就是要自己去承受 那个 就是出来的后果 才行 我自己都试过冒险 刚才我说 我自己的学习历程的时候 比如我写信 给个科技大学 人民学院的院长 那样 这个都是一个冒险 他可以不理你 可以写信 骂你 他这么没礼貌 完全是冒险 但是如果我教学生的话 尤其是一大班学生的话 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因为那些 同学可能 他有不同的需求 那样 你无端端要去冒险 那样 有一些 就是一失足 可能成千古恨 那样会赖我 那我就如果是一大班同学 我就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 反而就是 譬如我带一些个别的 比如研究生 那样 他是想有一些突破的 那样 那自己也是可以承受那些风险 我会介绍给他 就是可能有一些 特别的取经方法 那样 但是如果一大班 我想我就不会 其实 那我都讲一点 其实刚才 泛文哥也是我师兄 那其实 那 问到关于冒险这件事 他特别指明辩论 那我讲一点 那我本身 中学又玩开辩论 也都有教学生一些关于辩论 一些很奇怪很奇特的观点 想去可能突出自己 那样 我觉得冒险 和刚才同意那几位的老师 教授所说 尤其可能在学习层面 或者可能在我自己辩论 那时候用一些独特的观点 其实是真的可能必要的策略上 但我觉得我会 譬如真的可能在辩论里面 有些议题里面 我会提到一些学生 就是 你冒险还冒险 有时只是一种的策略 我始终要提他们 就是 风险自己承受之余 有时有些东西未必真的是这样的 譬如说 我不知道 譬如你刚才举的例子 孩子真的那个瓶子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可能他真的这样想 没问题 但有时有些时候 是冒险之余 可能他知道 只是一种策略的表达 例如我只是表达某个观点 可能去博取一个分数和胜利 但是真正背后的意义 是否这样呢 那个价值观是否这样想 我觉得要 在闲语的时间 提一提 提一提 跟学生要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例如有些文学老师 也有的 譬如有些文学作文 有时我们很喜欢 不知为什么 我们这一届是特别的 怪走偏锋 喜欢写些东西 就是写些奇怪东西 不知拿很低分 但是文学老师说 其实你玩怪东西不要紧 你玩技巧 玩一些特别的手法 穿插于整篇文章是不要紧 但是你要知道 正常人是怎么写 你要知道真正的中文 真正的文学的世界里面 是怎么玩去怎么做 并不是为了 可能为了冒险博取分数等等 所以我觉得 冒险还冒险之余 在适当的时间 提一提个学生 其实正确应该是否要这样做呢 或者 其实你心里面是否真的要这样想 这个我觉得 对于学生的成长才是最重要